Hello呀,我是帮助你脱单的厨 昨天有大兄弟跟我说 跟一个女生暧昧了一段时间 天天聊天特别上头 但是过了暧昧期之后就没啥聊的了 现在呢,就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暧昧和喜欢是可以存在于同一链条路的 从对一个人产生好感 到和她进入恋爱过程 中间势必会经历一段暧昧期 但是暧昧和喜欢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不能画得好 那么今天厨就来说一说 怎么通过她的种种表现判断 她到底是跟你暧昧 还是真的喜欢你 三个方面,快跟自己的情况对比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表心意 不要以为人家快速向你表达好感 就一定是喜欢你 心里头已经乐不丁的想着跟人家私定终身了 甚至孩子的名字你都想好了 其实有好感是很正常的 她或许也是真的喜欢你 但是其他一定会和你在一起吗 你好少啊 诶,这个问题可就有意思了 老师的大兄弟们肯定觉得 诶,互相喜欢,为什么会在一起? 嗯,问得好 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就揭秘了一个 女生对你到底是爱美还是真的喜欢 真正喜欢你的人 答案是我们亲密的表达 或者是有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的 她们的感情必须是言心合一的 一旦确定了互相喜欢就会明确的表达 然后才会有进一步的接触 别说你跟我约过会 喝过酒 接过吻 接过手 还不承认喜欢我 那你是在干嘛 手太闲 找点事干 所以你要知道 真正喜欢你的女生 是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被游戏对待的 但是爱美就不一样了 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可以做 但是我没明确说过喜欢你或者在一起 如果你这样想 那样就是你误会了 我只是把你当朋友啊 如果你说不行了 为什么还要做情人间才会做的事 说哪一句呀 你自己愿意呢 你想跟人家去的关系 但不合意思 可能从明天开始 你就见不了这人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不主动和拒绝和负责 你来的时候和热情迎接 哎 你要走会不完的 浪漫的时候是真的浪漫 伤人的时候也是真伤人啊 第二点就是谈未来 就像开头我们大兄弟提出的困惑一样 爱美是很快就会消失的激情 但是生活很长远 一个人喜不喜欢你 就看他想没想过和你共度未来时光 无论是甜蜜浪漫的礼物啊 美食 电影 约会 还是艰难困苦的现实焦虑嘈杂和压力 都想和你一起面对 好了 不那么文艺了 说简单点就是 他会不会把你放在未来的计划里 真正喜欢你的人 小到吃饭 逛街旅游 他都想和你在一起 大到未来他要在你们所在的城市定居 还是回老家 你的工作到底在哪里比较好 他要不要为你妥协等等 这一系列将要面临的现实问题 他都会考虑得仔仔细细的 因为喜欢不仅是一份短暂的浪漫 更是长久的陪伴 但如果是暧昧 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 他的保质期会更短 但是谁让你喜欢金星呢 所以也不要什么自行车了啊 这种人的典型表现就是 谈到未来就逃避 说什么 活在当下 要么就是满嘴跑火车 说着啥都听你的 说不定暗地里已经开始 跟别的小哥哥没来眼去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 只想跟你暧昧 还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 不妨聊聊各自的未来规划 如果能走到一块更好 不能呢 咱也趁早认清 别陷太深 毕竟玩暧昧是需要 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 老老实实的找一个真心对自己的 别轻易去挑战这场 自己玩不起的游戏 第三个是依赖感的 什么是暧昧啊 不就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态度吗 说简单讲 即使这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好 你也感觉不到踏实 总有种不安全感 好像随时都会失去一样 一个人如果只是想和你暧昧 是不可能真正的把赌兔 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的 和你分开转头 就能继续和别的男生甜言蜜语 所以你心底那种不踏实感的真正来源 其实就是他不够依赖你 但是如果一个女生真的喜欢你 就算他自己不想 也会避免不了的开始对你产生依赖感 就算是吃个饭逛个超市 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都忍不住要跟你分享 我有一个闺蜜就是 在万人眼里啊 她是一个寒气逼人的女生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 眼神里没有一点感情 但是谁又知道 她也曾经喜欢过一个人到崩溃 偷偷地躲在被窝里哭 都说没有在深夜里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恋爱 她真的是反差很明显的那种 我亲眼看到她是怎么从万人眼中的高冷女生 变成一个没有主见的年人精 喜欢上一个人啊 她可以放下所有的理性 变成一个生活白痴 就只想围着那个人转 但是被伤过之后啊 就清醒了 知道这种依赖会让自己变得多么脆弱 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女生 宁愿被伤 还是愿意放下理性去依赖一个人呢 因为真正的喜欢是会战胜理智的 当然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真心对你的女生 也希望小老弟们懂得真心 不要伤害人家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 我来帮助你